现在叔叔就是睡着了 因为整个胳膊都肿了 就睡觉了 大家好 我是小徐 就在昨天晚上叔叔干活的时候 不小心从灯子上掉下来 就是睡了一跤 结果睡到胳膊走站 鼓头都露出来了 然后晚上十点多 带叔叔去医院 就是做了一下手术 混合了六支 今天整个胳膊都肿了不行了 然后这段时间叔叔就要 过在基地这边休养 混合了就是也不让他怎么干 因为咱们胳膊包括手 全部都肿了 就是挂我们门口那个窗里 结果昨天就说 人家被狗狗搞得掉下来了 掉下来了 我说明天挂吧 叔叔说怕狗狗冷 所以我晚上给他们挂了吧 然后我在下面扶着门里 叔叔把肚子上一插 一下凳子倒了 但是又倒了掉了下来 掉了下来就把胳膊睡得 磕到咱们那个窗台 脚上了 磕到窗台前 上磕了这么大一个洞 一个洞就是里面骨头看着 真真切切的 挖挖的 然后就昨天回来之后 今天休息了 昨天休息了一晚上 今天整个胳膊都整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让叔叔好好休息一天 基地的朋友就是只能我二哥 然后多干一些 然后让叔叔好好休息休息 就是有狗狗打架之类的事情 让叔叔起来看一看 这种事情发生 其实心里面也是特别的不舒服 叔叔跟了我有五个年头了 五个年头了 这是第一次受这个严重的伤 就给他特别的内疚 然后昨天朱立姐 就是给叔叔从美国那边 买了许多营养品 然后补品回来 鱼油啊 还有阳骨素 很多 然后买了些补品 会给叔叔寄回来 也对我心里面稍微有点安慰 然后我在这里就是代表叔叔 然后跟朱立姐说声 谢谢朱立姐 谢谢 这两天基地的一个温度也就回升了嘛 基地的温度慢慢回升了 咱们的狗狗也全部出来晒太阳了 不像那几天一样 全部都睡在屋子里面睡着 然后也不敢出门 只敢在屋子里面睡觉 但是这几天 就是温度气温回升了 气温回升了 咱们的狗狗基本全部都出来在外面晒着太阳 晒着太阳暖和一点 要比在屋子里面舒服 然后今天就是要给大家看看每个区域的狗狗 就是每一个区域的狗狗 全部录视频给大家看一看 进到区域里面 让大家看 亲身感受一下我们这些狗狗 这是这个区域的几只狗狗 这属于我们打小区域了 看看活跃的很多 黄耳朵 还有大家最担心的一个鹰子 因为鹰子胆子比较小 所以大家也比较切挂鹰子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鹰子 现在鹰子在这个区域呢也很活跃 大家也不用担心鹰子了 你看但是它接到人还是躲躲藏藏的 还是有点害怕鹰子接到人 这是这个区域里面的狗狗 咱们再看其他区域的 这是我门口区域的一些狗狗 这全部都是在我门口睡觉的一些狗狗 给大家看看 然后也是白天出来 全部都来晒太阳了 看一下 还有这边散烈车上还有几只呢 散烈车上围墙上 散烈车上是邪儿跟小太阳 看 这是这个区域 清晰 咱们再看看其他区域的 黑狼 带领了几只狗狗黑狼 然后莉莉 然后狗狗车上的 还有威龙 威龙 威龙现在胆子老大了 那个时候的回来的威龙咬着咬着 见到人就咬 现在的威龙胆子特别大 看现在的威龙 从来也没有夹过尾巴 高旧下来那段时间一直夹着尾巴 现在也不夹尾巴了 这是狗车上的几只加黑狼 然后这边几只就是狗车道的公骨 然后搬到这个区域里面了 大家也知道的 狗车道的几只公骨 全部搬到了这边 小资女 方方口罩 小恩的几个孩子 哎可乐 在这边区域里面几只狗狗 还有五福 还有五福的孩子大宋 小恩 小恩 姝太 托尼 婆婆摇摇 婆婆摇摇 婆婆 有没有瘦下来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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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了 婆婆 强强 大大娜 大娜跟强强 失定的孩子 然后这边是露西啊 这边是露西啊 丁丁孩子 明亮 这是明亮 拉呗 拉呗 还有 天狼 这是这边的一排六的狗狗 咱们去去看看小庄园那边的吧 小菊花小兰花 明明 小庄园 山女又挤着进来了 这边区域的狗狗 黑宝 这边区域就这么多狗狗 然后他们是在那个屋子里挂了门脸 然后这是炸神 炸神跟小圈圈的话是给他分开了 因为小圈圈老是拆那个马气管 那就要给咬爆了 所以就把小圈圈给分开了 把小圈圈放到了那里 放到了虫子那里 都虫子在一起 咱们过去看看小圈圈跟虫生 虫生 妞妞 7月 小圈圈在站呢 小圈圈现在来到了这边 怕怕 因为在这个区域他老是有暖气管 把暖气管给咬爆了 把暖气管给咬爆了 所以就把它放到了这边 放到了这边跟其他狗狗在一起 眼睛又流潮了 又从流潮眼睛了 然后这边就在贝娜孩子 贝娜孩子跟贝娜 安迪 小安迪 白色的是 钉钉 安迪在站呢 然后贝娜 贝娜的孩子 大宋的孩子 他们都在这个区域里 狗狗都很好 大家放心吧 以后每个月 我会就是拍一下每个区域的狗狗 像今天的话水都不动了 看 今天放外面水都不动了 今天外面又给区域里面放上了水 今天就在家看一下每个区域的狗狗 贝里 每个区域的狗狗就是要给人家看看 大家也放心了 看看大宋区域里面 贝娜区域里面 小安迪 钉钉 雪山 雪西 雪山跟雪西 钉钉 大宋的孩子 安迪 全部都在这边区域里 他们这边区域里是 中华田野犬串串一个区 打到老厉害了 每次 大家现在做了绝育之后了 然后许多狗狗们的性格也就好了很多 不再像之前的那样 样子 之前他们打架老厉害了 好 大家基本上都看到了 谢谢大家 基本上每个区域都在大家转了一圈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